近週刊調查 在3月間 全台灣大家都在關注 凱凱虐童案的時候 這個時候呢 國民黨有一名大咖 我們給他叫做S好了 這個S 他居然是在他的四家豪宅 對他出生 企業望族的妻子P 還有他未成年的兒子是惡言相向 甚至是出言羞辱 還一度呢 要把手機砸向兒子 而當時呢 不堪精神 還有這些肢體暴力的他的老婆P 當然就是向這個 請豪宅的保全來通報家暴中心 也讓這整起案子 在社福機構裡面就傳開了 不過其實S的家暴歷史 還不止這一樁 他過去呢 常常對妻兒進行言語的暴力 也曾經留下通報紀錄 竭精折磨的P 其實一度是想要離婚解脫 但是為了顧全雙方的民生 跟事業 一直吞染到現在 一歲男童凱凱遭保姆涅死案 日前震驚社會 政界各黨也紛紛出面譴責 但近日竟傳出 國民黨某大佬 居然在當時家暴妻兒 根據《金周刊》報道 一名出生政治家族的藍營藥角S 在凱凱案爆發期間 不僅對出生企業旺族的妻子P 和未成年的兒子耳言相笑 甚至還要拿手機砸孩子 言語精神暴力讓妻兒受不了 哭著請豪宅保全通報家暴 儘管消息在政府機關內傳開 不過為了保護未成年 也礙於政治壓力 知情的人都被嚇了封口令 但S的家暴行為早已不是第一次 根據《金周刊》報道 S結婚之後就多次對妻兒言語家暴 B的妻子P多次通報 但為了顧全雙方家族 顏面民生及事業P只能隱忍 並私下和友人哭訴快要待不下去 S的兒子更向社工表示 因為爸爸的政治身份 在學校被同學歧視嘲笑 回家還要被爸爸凶 雖然S婚前花邊新聞不斷 但當年與P結婚盛大舉辦婚禮後 也常一同出席公益活動 在中人眼中令人稱憲的 神仙眷屬私底下S竟傳出家暴 讓妻兒備受煎熬 針對國民黨大咖傳出是家暴慣犯儀式 台北市長蔣萬安今天出席活動時 也有作出回應 他說只要接獲通報 北市第一時間一定會立即處理 任何家庭暴力防止案件 都是保密案件 所以在這邊我也要特別忽勇 對於任何形式的家庭暴力 都絕不允許 不管是肢體言語 心理 精神 甚至經濟上的暴力 我想我們都絕對依法 依規定 依照現有完整的機制來運作 依照程序 只要監獲通報 一定第一時間即刻的介入來處理 任何家庭暴力案件 只要屬於兒童的部分 我們一定會即刻專業的評估 介入並且開案 家庭暴力案件當中 屬於成人的部分 我想我們會第一時間進行評估 那主要只要是屬於高危險的案件 我們家庭中心都會召開高危會議 那如果經過評估是非高危險的案件 即便如此 我們還是會經過專業的評估 並且納入當事人的意願作為一個評估的參考 但即便最後非高危案件專業評估後 認為不堪 我們還是會提供相關的協助資源 以及相關的資訊 當當事人有任何需求 第一時間來通知 我們一定即刻的介入來協助 另外國民黨文常會主委李彥秀 今天上午也有發聲回應 他說國民黨上下對於家暴都是零容忍 李彥秀表示從報導內容中無從判斷 當事人是誰 但是國民黨上下對於家暴都是零容忍 現在更應該保護受家暴未成年子女 個人資料以及隱私 李彥秀強調從報導看來 社福單位已經介入處理 就應該依照相關法規進行辦理 以受暴家人的安全為第一優先 也希望外界不要有過多的揣測和影射 避免對於受家暴當事人 以及未成年子女造成二次傷害 這名國民黨大咖的老婆 人前是笑容滿面 但是私下卻是滿滿的委屈 他說他早就想離婚了 但是他沒有辦法離 隱忍家暴的原因現在也已經曝光 親近藍營大咖老婆的友人透露 因為老婆和兒子常常遭受 藍營大咖的言語暴力 早就不堪其擾 老婆私底下更不會言 要不是礙於藍營大咖和自己的名門身份 媒體輿論 並且避免孩子遭受異樣眼光 他早就想離婚了 而藍營大咖是家暴慣犯 老婆忍不住多次向家暴中心 以及在地警方通報 根據藍營大咖遭到多次通報家暴的記錄 他的未成年兒子曾經唯唯道出 自己遭受言語還有精神暴力的心境 根據轉述 藍營大咖經常辱罵他 常常把氣出在孩子身上 也會對他標罵三字經 兒子委屈地說 因為爸爸的身份 我常常在學校背校壓力已經很大 但回到家卻還要經常被爸爸罵 他內外都遭受到很大的壓力 讓知情者聽了都感到心疼 接著轉換焦點 實況主統神 當初因為評論這個黃紫焦的MeToo事件 而引發了一些言論爭議 那他之前曾經因為不滿 這個民進黨發言人吳針評論說 他是毛骨悚然等等這些話 兩個人曾經透過直播來舍戰 不過呢 他們兩個今天是首對的 在資深媒體人周宇寇的節目當中同框啦 那經過一個小時的討論溝通之後 兩個人最後呢 是在直播間握手言和了 那統神呢 他會後受訪的時候 也說兩個人是一笑冥恩仇 沒那麼嚴重啦 我已經瘦了6公斤了 你看不出來 他 他說他瘦了6公斤了 他現在還100多公斤 因為這次的事情 你幾公斤現在 6 你是我體重了快3倍 2.5倍 會在更瘦我覺得我會在更瘦 真的嗎 壓力很大壓力很大 窮量沒飯吃啊 沒有啦 沒有啦不是啦壓力啦壓力啦 沒有窮啦壓力壓力有點大 一笑冥恩仇啦 也一笑冥恩仇了 所以我覺得現在應該 沒有什麼太大的問題了 對 所以也不需要 希望吳珍跟你道歉了這樣 沒有 我剛剛是說 因為我那個時候跟他通話的時候 我是說 我希望你跟我道歉 可是 呃就是 其實道歉有很多種方法嘛 對啊 像剛剛吳珍也有講到 他就是說我們兩個的本意都不是要這個 不是要作對廝殺 對啦 對啦 其實我覺得能夠澄清到這裡就很棒了 因為 其實 呃他不是針對我 我也不是針對他 對 因為我那時候 因為這個廠商那個案子被 被那個移掉的時候 我是真的有點怒火攻心啊 所以我那時候想要找他討個說法啦 其實我們今天討論完之後 其實也沒有討個說法就是 反正因為那個話也是我自己講的嘛對不對 講話自己講出來了 那就 那就只能自己認了 對啊 雖然說我認為有被鄧章取義的情況 可是 畢竟還是自己講出來 所以還是只能認 對 統神因為對黃紫嬌事件發表不當言論 遭到多家廠商切割 今天凌晨呢 有網友在PTT上發表文章說明 統神的YouTube頻道已經被YouTube官網移除 再度掀起討論 真的要謝謝徹議 我真的謝謝你們 有一兩天的時間 你可以把我的 你可以把我講得很清楚 你故意只結一段話這樣黑我 好啊 你厲害啊 你成功了 謝謝你 人生哪路不相逢 我不知道你是誰 你就不要給我遇到 那我也不管了 因為反正 反正現在都已經走到這一步了 那我只說 如果你4月12號以後 再說我是XP 我一定提高 有網友在PTT和Dcard上接連發文指出 統神YT頻道被移除了 原PO傻眼的說 之前是被003隱藏起來 現在是真的被YT刪頻道了 真的有必要嗎 有點誇張了吧 點入統神的頻道 畫面顯示 無法閱覽這個頁面 不變之處 敬請見諒 請嘗試搜尋其他內容的警示標語 不少網友表示 兒少就是天條 自己要去碰的 怪誰呢 也有人說 歐美平台兒童就是死罪 怎麼敢在西方平台講未成年 更有人翻到YT相關的罰則 內容停到 如果頻道遭到終止 不得建立其他頻道來規避處分 而且這項規定 適用在當事人經常露面 或者是亮相的頻道 網友搖頭說 基本上也是鎖臉了 那在別的頻道露臉 應該也不行 持續關注黃紫嬌的metoo風波 鏡週刊呢 今天就爆出來了 當時檢警要到黃紫嬌住處 房間進行搜索的時候 當時黃紫嬌跟她的老婆 孟耿如兩個人是坐在客廳的 所以看起來兩個人也是非常的鎮定 就接受很配合監禁的調查 沒有想到呢 當警方查扣到了黃紫嬌 房間裡面常用的硬碟的時候 黃紫嬌突然神色變得非常的緊張 還立刻問警方說 我可以找律師嗎 警方當然也說可以啊 於是呢 黃紫嬌是立刻當場打電話 聯絡了自己的律師 那到後來 警方是在現場 等了兩個小時 等到黃紫嬌委任的律師到場 才在客廳製作筆錄 黃紫嬌去年先是捲入迷途風波 後來又被警方查獲 從創意私房這個頭牌網站購買 未成年的不雅影片 數量多達7支 卑劍機遇還起訴處分 更是引發社會嘩然 回到去年8月 台北市警方前往中山區 黃紫嬌住處 根據《慶州刊》報道 當時黃紫嬌與妻子孟耿如 都在客廳休息 黃紫嬌也十分配合 警方陸續查扣他平時使用的電腦 和手機等數位物品 要求封存後直送北檢進行數位見識 以免證物內容 像當年李宗瑞案那樣莫名外洩 這次黃紫嬌看起來都相當鎮定 直到警方搜出一台4TB的硬碟 他才略顯緊張 問警察可不可以請律師 獲准後隨即向律師求救 而且掛完電話後 黃紫嬌就堅持要等律師到場 才肯做筆錄 而搜索全程也被孟耿如看在眼裡 面對網路上的一片罵聲 孟耿如還是發文替老公道歉 聲稱黃紫嬌不清楚影片來源 結果反而是提油救火 自己也被藝人和網友的怒火波及 喜歡觀看小朋友 這是什麼心態 因為如果是我們老公 我沒辦法跟他睡到 面對黃紫嬌的一錯再錯 直到現在孟耿如 都還是一直站在丈夫身邊 不過不斷的維護以及道歉 加上警方搜索到非法色情片時 他也在現場 讓許多網友對他不再感到同情 這也害得自己背負罵名 藝人張小燕遭到徒弟黃紫嬌的牽連 他日前有坦言說 其實這些事情他都不知道 對自己的無知感到慚愧 而陶晶瑩在廣播節目當中 也有談到這件事情 他說私底下有傳訊息給張小燕 並且透露張小燕的心情的確不太好 陶晶瑩表示他們不敢打擾小燕姐 但這個過程也會問他說還好嗎 小燕姐會回說怎麼會好 然後他們就不知道該怎麼回 只能傳一些貼圖 陶晶瑩沒有詳細說訊息的內容 僅說訊息當中張小燕有提到 一身滴滴掉掉做事 輕輕白白做人 有點抬不起頭 語氣中滿是灰心跟無奈 陶晶瑩看到這次的風波 有感而發地說 我相信在網路上看好戲的人一定有 但真正理性 能夠去思前想後也是大多數 我覺得慢慢會沉澱下來 對 有優惠 有優惠 有優惠